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李军访谈 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吧 上海终于跌倒了 而且这一跤跌得还是蛮惨的 今天我们来把这个事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当然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就订阅一下 应该说前不久吧 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篇文章 就是说是一个应该上海人写的 他说这个上海变成这样我们都很难受 那他讲了个什么情况呢 就说这个因为他可能有朋友来上海嘛 他呢就想带他在上海走一走看一看 结果呢他没想到就是很狼狈 就是他带着朋友在上海很多地方转了之后呢 就一片萧条 一片狼迹 因为你平时不出意不去看的话 可能也不太在意 但你正好带着朋友转一圈下来之后呢 他就觉得 怎么上海萧娇成这个样子 那作为一个上海人他很难受 他主要举了三个地方 他说呢我找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 第一个呢上海火车站 这上海火车站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商小贩 小老板 然后呢就是一片关门 然后呢到了上海洪桥站 就是高铁站 那么这边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中等商家 就是有一定的资金的商家 那也是一片萧条 那最后呢他又讲了是南京路 南京路这边全大集团 什么很牛的一些商家 都全国有名的这些 结果也是一样的 拿他话来讲叫关门的关门 调整的调整 跑路的跑路 上海啊大家想想看 中国经济的引擎啊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应该算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也是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啊 居然会败落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写了一下 就是说上海变成这样 我们很难受 但是这篇文章上去之后 可能是反应太大了 就民众共鸣太强了 两个小时就被删掉了 咔咔咔连一点影子都没了 当然了这个我在看到呢 是这个在海外了 有些人把这个文章已经下载下来之后 重新上传 然后来对这篇文章做评论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讲的是个事实 什么就是上海 其实今年上半年 真的已经摔了个很大的跟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今年上半年啊 上海的这个经济数据 它编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比去年同期涨了9.7% 听得好听吗 涨这么多 涨下来10% 当然大家知道去年同期是什么情况 去年同期是在封城啊 大家谁都出不来 所以其实去年上海的这个上半年的GDP是很惨的啊 1.93万亿吧 那去年下半年停止封城之后 还没有完全解封 就属于清零状态 上海的GDP是多少呢 是2.53万亿 下半年啊 这是官方数据啊 里面有水分我就先不说了 大家知道官方数据都有水分 那么今年上半年 是多少呢 上海呢 它的经济增长大概一直是6%左右 好一点的时候7% 如果是按照6%的增长的话 去年下半年2.53 今年上半年全部开放了啊 就是清零结束了 大家一起开放了 加个6%的话呢 正常情况而且应该是2.7万亿 但是大家看到了啊 公开报出来的 今年上海上半年的数据是多少 2.13万亿 各位 2.13万亿 2.13万亿比去年下半年的GDP少了4000亿 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 今年上海在全面开放之后 不再清零之后 这个李强说我们要这个大力发展的时候 今年的经济比去年下半年 封城的这个清零期间的这个GDP 跌了16% 16%啊 负16%啊 那可能有人说啊 上海经济是不是上半年差下半年好 不是这样子的 我查了 2018年2017年大部分年头 上海的GDP上半年都比下半年好一点 啊 你像这个2017年的时候上半年是7%啊 下半年是6.8% 2018年的时候上半年是6.9% 下半年是6.3% 为什么呢 因为上半年就是他一般情况有个过年嘛 有个5亿嘛 消费比较高 所以他拉动GDP多一点 对吧 所以呢 按理说 按理说今年这种情况下 他真的是应该至少2.7万多的 但一下子跌了这么多 可以说啊 我相信上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啊 可能从1999年哪一年1989年到现在从来没有说哪一年的GDP半年 比上半年跌16%的绝对没有 所以呢 那个上海人看到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你真的是一片萧条 可能晚上视频特别多啊 这个商场也关了 那个商场也关了 做大生意的 做小生意的 甚至是大的集团公司 大家日子都不好 那么上海这一交呢 应该是跌得非常猛 它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很大 因为上海大家知道 它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动机啊 而且是也是这个 上海也是财政收入为数不多的吧 据说2021年以后 财政有盈余的只剩上海 去补贴其他那些所谓的 穷的省份 上海常年这么干的 但是现在它都跌倒了 其他地方可想而止了 那么大家说 它为什么现在跌得这么猛呢 我个人觉得 可能至少有五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首先一点最狠的原因 还是这个去年 前年的这个所谓封城 本来上海经济这几年呢 确实已经不太好了 但是呢 这个封城啊 犹如这个釜底抽薪 一下子把整个在上海的这个 包括外资企业 包括上海很多人都搞懵掉了 没想到这个上海会这样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那时候这个纽约 是在 那时候 疫情刚出来的时候 大概封了一个多月 封了一个多月 纽约啊 纽约也是世界经济中心啊 后来这个它重新开放之后 只封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整个这个城市一片小桥 没有人 大概过了一年到一年半 甚至两年时间才开始 人气才开始上了 而且那时候纽约为了这个一个多月 还大量的补贴给这种小商家 让他们不要倒闭 不能倒闭啊 补贴了很多钱 我一个朋友开餐馆的嘛 一下子就补贴几万呢 那上海呢 上海可不是一个多月啊 上海是好几个月啊 三个月吧 还不止一次啊 然后前后还有这个清零 其实也属于一种半封闭状态 而且那个纽约所谓的封闭 它只是半封闭 它不是全封闭啊 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上街的 还是可以去买东西的 还有什么东西的 不是这种真正的跟上海一样的封城 所以人家是封了一个多月 一年两年才还过劲的 那么当然上海这个 这个呢只是一个因素 那么还有什么因素呢 还有因素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上海是一个对外性的窗口 所以它很多企业 外资企业来投资的 世界五百强的都很多 那这几年这些企业 纷纷在向外签 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 表面上数据也很好看 六月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 对欧盟 日本 韩国 包括东盟 出口全部下降百分之十 一直在下降 然后呢 这个产业链重组 大家一起再往外移 所以这个走的企业越来越多 来的企业很少很少 那么这些年下来之后 其实上海的这么大企业 苏州高兴区 大家可能看到走的都已经 已经让人觉得心都泛凉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产业大转移 因为现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么糟糕 两边在打贸易战 对吧 而且呢 美国又提出来这个要供应链多元化 绝对不能光靠中国了 现在都到什么越南啊 什么新加坡各个地方去投资 所以呢 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相当一批外国人走掉 大家知道上海原来外国人很多的 那么现在这一批一批的走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上海本身是一个国际竞争中心 从2019年 20年 特别是二十大以后 这个资本市场是完全不看好中国的 持续的在往外撤 所以那这个资本走 带着人也走啊 知道 这个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的人 不论是西方人 中国人很多了 那么这又是一个萧条因素 另外还有萧条因素 大家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 就是在这个上海啊 其实这个中国的权贵们 就是这些官二代 包括红二代 很多权贵的上海做生意的非常多 特别是以前的这个江派 江征这一块 大家知道以前那个江明衡 鼎盛的时候 在上海那是几百家大公司的董事 他一个人啊 一个人 那么这个从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对这个江派打击的非常厉害 所以这批人在上海赚钱的权贵们 我估计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江明衡现在早就跑到 对吧 那么所以呢 这批人他们在上海又掌握了大批的这个项目 那么现在也不投资了 能跑就跑 还有一大块是什么呢 也非常重要 就上海其实有一大批中国的有钱人 一大批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 甚至一大批非常有实力的这个职业经理人 那么这些人其实现在日子也不好 因为现在民营企业日子也非常难过 职业经理人现在也很懂 就是说这个国家经济形势不好之后 他们有时候也面临着这个下岗也好 这个被辞退也好等等等等 反正各种各样的因素 所以那么特别是很多民营企业家 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政策国进民退 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家 这个最近大家也看到了 腾讯们被罚个30亿 阿里巴巴们被罚个70亿 一把头罚个100亿 然后这个习近平来说 这个要重新振兴民营经济 谁信啊 所以现在很多大量的民营企业老板 要不呢就是在认 我要跑 要不然呢就是观望 我不再扩大生产了 不再投资了 看看形势怎么样 而且呢想办法就想办法 钱往外转 大家都感觉到了 现在你在中国的大陆上 你挣到钱不一定是你的 马赢挣到那么多钱了 罚你个70亿 你70亿不就没了吗 70亿啊兄弟 什么概念 够你这个要做多少年啊 所以很多时候 这种整个中国的经济环境时代 民营企业家 这些有钱的一些 这个也都在转移资金的转移资金 这个润的润 然后呢 观望的观望 所以去年这个到现在 中国的民间投资一直在往下降 其实降的是很厉害的 所以应该说这五重因素啊 其他四重呢 是一步一步的走的 然后呢 这个李强嘛 最狠 搞了一个这个 没办法 吸尽逼的 搞了一个封城 这个封城呢 我刚才讲了 是关键的一步 一下子 算是 本来已经形势很威了 他把这个老底给他抽掉 一下子让上海经济起不来了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元气 不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清零可以结束了 但是你现在国际资本外流 外商撤资 产业列转移 你也写下没有信心 这个职业经理人 这个天天这个也坠坠不安 这个你什么时候能改过来 对吧 你这个形势不变的话 上海要能够再繁荣起来 中国这个经济引擎要再繁荣起来 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现在这个上海啊 这个是跌了一个比较重的跤 而且这跤呢 跌得还比较狠 那现在其实习近平也好 李强也好 他们前段去了苏州嘛 为什么去苏州啊 就是苏州经济也实现大问题了 那其实也跌得比较厉害 大家知道苏州上海 这个是长三角最发达的地区啊 现在这么困难 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年一年下来 到今年年底看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形势 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当国际资本现在已经都已经 不相信中共公布的一些数据了 什么5.5%啊 6%的人已经不看了 你随便怎么公布 公布完了之后 他们立马还是下调 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中国经济进入这个通缩也好 进入这个大萧条也好 看样子已经很难避免了 我记得我今年好像是 二月份吧 那记得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了 中国经济有可能会进入一个 不可逆转的衰退 哎呀 不好意思 好像被说中了 现在这个中国经济状况 真的是非常糟糕 那么其实上海这个城市 我原来还经常去 还很喜欢这个城市 说实话 就上海的生活也好 上海的这种整个的环境也好 各方面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也没想到 今天一下子会跌落到这种程度 我也希望他能早点起来 但是我也知道非常难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上海 那么如果喜欢我节目呢 就给我们这个点个赞 我们留一言互动互动 我也非常感谢一些 咱们的网友上来看手印 好吧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